聖宣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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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案例是 一個80歲的邱老太太 她這次在住院的一個最主要的狀態是 她的意識不清由家屬送至急診 我們可以透過家屬來發現 這個奶奶她本身還有食慾吃不下 以及尿死精的一些問題在 在經過急診一連串的檢查之後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在電腦斷層裡面 發現到有一個急性的腦吐血 急性的水腦症的一個現象 我們在與家屬溝通後 幫奶奶做一個暫時性的 腦絲外引流的一個手術 在手術之後的話 病人其實恢復得不錯 在之後的話 她的管子有阻塞的一個現象 在跟家屬討論之後的話 是幫病人安排一次的腦式腹腔引流 那在腦式腹腔引流的部分的話 在開完刀之後 這位奶奶她本身的恢復相當的良好 那可以不用鼻味管來進食 那也可以開口來說話 所以整個恢復來講的情況 相對來講算是最好的 我們很鼓勵各位的觀眾 如果說周遭的親戚朋友 有疑似類似的一個狀況的話 應該及早來就醫 那及早處理的話 對於病人來講的話 會是最好的一個表現 來講 polynomial 接下來 我們很慣 藍音我會慢慢的 鴨子 我們在交流